大家好,我是刚跑完黑神蛙测试 就来总结暗黑斯第五赛季的爱迪生 那第五赛季开始到现在也差不多一周了 我蛮打满算的玩了四天半 一句话总结就是 倍感欣慰 那因为这是暗黑斯最好的一个赛季 那同样的总结我们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创燃替下 因为这已经是暗黑斯最好的一个赛季 这能怪暴雪吗? 不能哈 只能怪中老年人要求太高了 一箱95都加不满 就能让你玩几年的游戏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确实啊 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呢 就是靠我们这些挑剔又孤寒的中老年人来推动的 所以我今天必须对第五赛季做一个总结 首先说一下倍感欣慰的优点 目前来看暗黑斯让我最满意的改动 就是装备回火跟大石铸造系统 自从上赛季这两个系统加入之后 就让原本死气沉沉令人无语的装备系统 一下子就活了起来 让中老年人感受到了 与天斗与地斗与铁匠斗 其乐无穷的体验呢 确实 虽然说这个装备回火 说简单点就是随机给装备加两个词坠 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游戏深度了 但是因为它有个次数限制 就让这个玩法变得充满乐趣 那在这一点上面我是认可暗黑斯设计师他强调的 要让整个游戏变得容易上手 没错那我玩过好几款不同的刷子游戏 它们都有做装系统 但是我个人就目前来说吧 最喜欢暗黑斯这种模式 那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简单无脑上头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暗黑斯他真正的内核玩法 也基本已经成型了 那第一步呢就是从掉落太古装备开始 我们捡起来看一眼 看这个代行的词坠是不是好词坠 那如果说你有了一个代行型的好词坠装备 就等于是有了筹码 然后呢第二步就是拿去铁匠那里 继续进行最紧张刺激的回火赌博 那赌赢了就可以再进行第三步大师铸造 那这一步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刺激 但是也还OK了 赌对了感觉也会超爽 很上头 那没有赌对的话 你会一直赌到破产 也仍然是一种上头的感觉 而且呢它确实给了玩家一种 持续性的去刷钱刷材料的动力 因为要去铸造升级自己想要的词坠嘛 那以上这三个步骤呢 就是暗黑斯他真正的后期玩法 而设计师他们所谓的什么 地狱浪潮啊 深坑大秘啊 或者什么肉割玩法 其实那些都不属于真正的后期玩法 只是一些游戏的表现形式而已 包括设计师他们一直强调的 什么BD搭配的乐趣 其实呢也都不属于暗黑斯的内核 不是游戏的原始驱动力 那不管是各种活动也好 各种BD玩法也好 他们的目的 尤其也仅有一个 就是服务好我刚刚说的那三部核心玩法 所以我开头说的倍感行为 就是说暗黑斯正式发布一年之后 终于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内核玩法 而不是之前那种四不像的刷子游戏 当然中老年人又创然而剔下的原因呢 就是在有暗黑220年的成功积淀 再加上暗黑310年的曲折探索之后 暗黑4理论上 我觉得哈 在第一波内测就要达到S2的水准 然后呢正式发布就要达到S4的水准 这样才算是合格的经典续作 而且就目前来说 不管是深坑大秘还是肉鸽鱼 比起暗黑3都算是一种退步 因为这些玩法本身呢 没有超越暗黑3 甚至很多方面甚至做的还不如暗黑3 但尽管如此呢 第五赛季 这就已经是暗黑4说得上来的最好的赛季了 是不是独创然而剔下 那深坑大秘的问题 我在S4总结视频就讲过了 如果你是暗黑新来的设计师 我强烈建议你倒回去看看 如果你看完之后觉得看不懂 那就对了 这就符合暴雪的招聘标准 那这次呢 我就多讲讲肉鸽鱼 那总体来说呢 这个玩法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些 要知道在PTR里面 它是非常非常令人失望的 那正式赛季发布之后呢 肉鸽鱼 第一它怪物变多了 节奏也更紧凑了 装备材料金币啊 也算是奖励非常丰富 够多啊 但仍然有几个问题 第一 这个鲽鱼罗盘啊 作为门票 虽然说变得容易获取了 但是这么容易就获得的东西 其实就等于毫无意义 不如直接取消掉 城里面啊 直接放个NPC 对个话就能开门进去 那主要是这个罗盘 它确实太占背包空间了 要不呢 就跟深恒大秘一样 门票做成可堆叠的 不占背包空间还好一些 那第二点呢 就是整场肉鸽的炼狱时间 还是太长了 七层八层 普遍要十几分钟才能打完 这个跟装备好不好 是没有关系的 完成的时间基本都是固定的 那这样来说 我费尽心思刷更牛逼的装备 意义就不大了嘛 那我建议呢 这个计时方式 重做 一个玩家他装备越牛 理论上就要刷得越快 获得奖励越多 这样才是符合逻辑 才是爽的嘛 第三点 目前肉鸽练鱼的玩法呢 又能产出装备 又能产出金币跟材料 而且呢 都不比其他活动来得少 那这样地狱浪潮 跟深恒大秘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删除了 那我在第五赛季玩的这几天 深恒大秘 基本上只是作为 我拿来测试BD的地方 比如说我从纯冰封球 转成闪电毛冰封球 等BD换完之后呢 我就去100层大秘刷两把 没问题之后 就开始一直刷肉鸽了 不需要再回到这个深恒大秘了 地狱浪潮也是一样的 那我在第四赛季刷浪潮的时候 大姨妈那里超级多人 人人都抢着放心脏 你手不快点都抢不到 但是现在大姨妈那里 生意非常差 我有一个晚上 因为缺boss门票 就想着说去刷一回浪潮 结果到大姨妈那边 发现基本没什么人刷 都要我自己 放满三个心脏来召唤它 所以我认为要调整一下 比如说深恒大秘 它可以设立一个天梯榜 天梯榜每周结算奖励 甚至可以奖励什么 稀有大翅膀啊 很酷炫的宠物啊 坐骑啊之类的 而地狱浪潮呢 各个宝箱的掉落 也应该给更多的奖励才行 那以上三点呢 就是我给第五赛季 肉鸽鱼玩法的建议 如果说以后游戏 还常驻这个玩法的话 一定要改一改 但是呢 这些都是基于 目前现存的情况 我建议的一些优化 要是真的说 按照钟老年的高标准 这个玩法 我是整个要删掉重做 那还有呢 就是关于这个200级boss的改动 我觉得现在 不需要重置地图 就能连续的召唤boss 刷boss 非常实用 但是呢 每次打完boss 就要回成轻包 这个也挺反人类的 不如设计时呢 就干脆一步到位 每次打完boss之后 旁边啊 就出来一个铁匠啊 商人啊 什么之类的 方便玩家快速清理背包 要不呢 就搞一个商城的收费道具 我买了这个道具之后 可以随时随地 召唤一个铁匠出来 自己能用 队友也能用 多好 那这样的道具 我觉得只要价钱 不是太夸张 我都会买 那大家觉得 这idea怎么样 可以弹幕评论说一下 那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暴雪设计师 你们看一下 隔壁都开始 种田大航海了 那暗海斯 怎么样也要塔防moba搞里头嘛 风暴英雄部门合并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啊 布子麦大典没关系 不会扯着蛋的 因为现在暴雪 还有多少人实际有蛋 也不好说啊 双兔棒地走 脚扑朔也迷离的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在游戏创新上 就大胆一点吧 那以上呢 就是我对S5赛季的总结跟建议 喜欢的朋友们 请在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拜拜